大家午安 听得到老师的声音吗 可以可以听得到 好谢谢 好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河内塔 那我们今天就从这边开始讲起 那河内塔的话呢 基本上是一个 这个19世纪的一个游戏 然后总共会有三个柱子 然后每次 这三个柱子分别叫做ABC好了 那在A的柱子上面会有若干个盘子 然后你的规则是 你要把这个盘子 他的盘子是由小到大 你要把这些盘子 搬到C 从A柱搬到C柱 搬到C柱 那也是要由小到大 那一次只能搬一个盘子 那比如说今天假设只有一个盘子 一个盘子的话最简单 直接把这个盘子从A柱搬到C柱 从A搬到C 那如果有两个盘子的时候呢 像这样有两个盘子 那上面的这个盘子就先搬到B 先搬到B 然后下面这个盘子搬到C 然后再把中间这个盘子搬到 从B搬到C OK 那如果有三个盘子呢 有三个盘子的话呢 有三个盘子你要这样看 有三个盘子的话呢 就是把上面这两个盘子 上面这两个盘子 透过C柱搬到B柱来 搬到B柱来 这样 然后再把下面这个盘子 搬到C柱 最后再把这两个盘子 搬到C柱上面来 原理上是这样 原理上是这样 你三个盘子来看 先将上面两个盘子 从A搬到B 上面这两个 从 这是ABC ABC 上面这两个盘子 透过C柱搬到B柱里面 搬到这边来 然后呢 最后再 然后第二步骤 把最下面这个大盘子 从A搬到C 然后再把B柱上面 这两个盘子 这两个盘子 透过A搬到C 这是整个概念上是这样 那细部它是怎么做的呢 你看细部怎么做 细部第一件事情 你看 它把这个小的 先把小的 搬到哪里来 搬到这里来 然后再把第二个 搬到这里来 第二个搬到这里来 然后再把小的 从C搬到B来 到这个为止 到这一步为止 有没有 它是把上面这两个 把上面这两个 搬到中间来 对不对 就这个 先将上面两个盘子 从A搬到B 经由C 有没有 已经到这里来了 那接下来 这个步骤 将第三个盘子 从A搬到C 第三个盘子 从A搬到C 就会到这里来了 有没有 好 那接下来呢 你看哦 接下来 它把它 把上面这个小的 搬到这里来 搬到A柱 搬到A柱 然后再把 这个第二个 第二个大的 搬到 搬到C柱 然后再把 A柱的 最小的搬到C柱来 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 有没有 这个动作是就是把 把上面这两个盘子 从B 从原来的B 搬到C 搬到C 有没有 OK 递回 递回要怎么来看 上次有讲过 递回 一个 一个应用要能够用递回来解 他必须要有一个recursive的form 一个recursive的一个形式 有一个递回的形式 然后呢 第二个 必须要能够有一个base case 有一个最基底的形式 OK 好 所以他的recursive的形式是什么 再来看一次 假设有三个盘子 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上面这 这两个盘子呢 先 搬到哪边 搬到中间这里来 先想办法搬到这里来 从A 搬到B 经过C 透过C搬到B来 然后呢 然后在这个base case 再将第3个盘子 从A搬到C 这是最基底的case 搬到C来 搬到C来 就是这个 这个步骤 从A搬到C 然后呢 再将 刚刚的上面这两个盘子 在B的这两个盘子 经过A把它搬到C 上面来 经过A把它搬到 C上面 这是三个盘子的 那 扩展成N个盘子 扩展成N个盘子 N个盘子 以同样的概念来讲 就是说 你今天 有N个盘子 点点点 点点点有N个 这totalN个 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把上面这N减一个 上面这N减一个 先把它搬到B柱 搬到B柱 这是A柱 这是A柱 这是B柱 然后这边还有C柱 先将上面N减一个盘子 把它搬到B柱来 搬到B柱 N减一个 把它搬到B柱来 这N减一个 搬到B柱 从A搬到B 经过C 然后呢 再 将DN个 DN个这个 把它搬到C柱来 搬到C柱 就第2个 然后最后呢 再将这N减一个盘子 从B柱 搬到C柱 透过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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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看懂吗 再将 在B柱上面的N减一个盘子 从B搬到C OK 好 这就是他的 他的这个 核内塔递回的方式 递回的方式 好 这个有听懂吗 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如果是一个盘子 一个盘子就直接从 这是他的B柱 就是我们这个递回的B柱 如果只有一个盘子 就是从A到C 直接从A到C 那如果有两个盘子 有两个盘子的话呢 上面这个小的就先搬到B 先搬到B 先搬到B 刚才讲 这上面这个小的就想办法先搬到B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这个大的呢 就搬到C 搬到C 然后呢 再将 刚刚刚刚搬到这边的这个B 搬到C 搬到C 从B搬到C 那就可以完成两个 那三个的话呢 三个的话呢 就是 先把上面这两个 要把它搬到哪边 搬到B柱来 搬到B柱 这个动作 把上面这两个搬到B柱 那接下来把第三个盘子 从A搬到C 就这个步骤 从A 从A搬到C OK 那再来呢 将上面这两个盘子 上面的盘子在B嘛 在B的 从B搬到C 这两个 从B搬到C OK 那它在搬动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从A搬到B 它就要透过C 它就要 透过C来帮助 那如果是从B搬到C 就要透过A 这个柱子来帮 来帮助 A搬到B 透过C 什么意思 你看 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是在A柱 这两个在A柱 要搬到B 所以要经过C 有没有 它把上面这个小的先搬到C 然后再把中间这个搬到B 然后再把小的 从 C搬到B 对不对 所以从A搬到B 要透过C的帮忙 同样的道理喔 你看喔 这边是这个 这个到这里的话 是要想要想办法要把这两个 从B搬到C 从B搬到C要透过A 怎么透过A呢 好 先把小的 送到A 再把中间这一个 送到C 那最后再把小的送到C 有没有 OK OK 这同样的这个 的思维 同样的D维的思维 假设有N个盘子 那就是要把上面那N-一个 先搬到B柱 然后再把最后这一个 搬到C柱 然后再把中间这N-一个 透过A 把它搬到 这个 C柱上面来 以此类推 OK 那了解吗 那这个 这个程式我们先等一下看 我们先来看 好 也可以啦 我们先看Source Code 我们先看这个Source Code 这个Source Code是这样 我们先看这个 韩式 这个韩式这个D维韩式 他没有Return值 韩式的Function Name叫做 Hanoi Tower Hanoi就是河内 越南的河内 他不晓得跟这个越南有没有关系 他说是欧洲的一个游戏 但是在Hanoi Hanoi是越南的一个城市 在北 越南北边叫河内 河内塔 然后 这个 这个参数有四个 第一个是个整数 N 代表说你要搬动的这个 你要搬动的这个 这个 我们叫 这个 叶子的数量或者叫圈圈的数量 然后再 第1个 这个是个字元 A 那这是字元C 这是字元B 那这边的安排是这样 这边的安排是 从A 从A搬到C 透过B 透过B 所以 所以这三个 参数我先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的 原来的这个 来源 Source 然后这是我的 Destination Function 然后这个 这是来源这是目的地 啊 这是中间的啊中间 中间的 我们要 要这个 买Path 要经过的啊 从A到C经过B 好 好 那这个 这个Function呢 的Best Case是 如果说只有一个盘子 只有一个盘子的话呢 那 只有一个盘子 就是从A搬到C 从A搬到C 所以我就直接印出来 Move Disk Disk 然后 %D %D就是我的第几个盘子 这个N DN个盘子 Round %C to%C 那这个%C的话是印A的值 这个%C是印C的值 OK 好 然后 Else Else 如果 不是一个盘子 不是一个盘子的话 就是 将 上面 将A柱上面 N-1个盘子 搬到B 对不对 然后透过C搬到B 所以呢 我们就呼叫 Hanoi Tower 剩下的N-1个盘子 从A 搬到B 经过C 对不对 然后 然后 这个部分如果做完之后 是剩下 最后那个盘子 最后那个盘子呢 就是要从 DiskN 那DN个盘子 就是要从%C %C就是从A 搬到C 有没有 这个%C是A的内容 这个%C是C的内容 从A搬到C 搬完最下面那个盘子之后呢 我们要把中间在B柱上面 N-1个盘子 从B柱 搬到C柱 透过A搬到C 所以我们就要呼叫 Hanoi Tower 把那N-1个盘子 从B 有没有 搬到 搬到C 透过A 经过A OK 好 在组程式的部分 组程式的部分 我们这边呢 宣告了一个整数N 另外呢 我们宣告了 这个 三个字元变数 A这个字元呢 就把 初始化为A这个 A这个变数啦 大A这个变数就初始化为A这个字元 大B这个变数 初始化为B这个字元 大C这个变数 初始化为C这个字元 好 接下来呢 运出 运出这个 Hanoi Tower Implementation 接下来 运出 How many disks Disk in A 然后ScanF 读取使用者输入的 那个 盘子的数量 那如果N是0的话 就印出来没有 盘子要搬动 L 我们就呼叫 Hanoi Tower N N就是第 有几个 碟子 然后我们要 从 这个 A 从A A柱 搬到 C柱 透过B柱 透过B柱 OK 好 那各位我们就来 Trace一下 Trace一下这个层次 你看 今天 我们是 输入是3 假设我们输入是3 输入是3 他第1个呼叫的就是这个Hanoi Tower 3 A C B A C 所以3 他就会传进来 A这个字元 C这个字元 跟B这个字元 OK 他是ACB 他的这个 他是这个顺序 A C B 所以A的话是 A这个字元 C的话是C这个字元 B的话是B这个字元 他就会把 他就把A这个字元 复制给 A 把B这个字元 复制给这个 C C这个字元 复制给这个C 那把B这个字元 复制给这个B 好 所以就会长这样 看 那 进来之后呢 做什么事情 啊 啊 这一个投影片 我看一下啊 我们用这个好了 用下面这个 这个图案 觉得他 起的不好 我们用这个 四个好了 四个一样 四个 假设我们 输入的N是4 然后呢 呼叫 Hanoi Tower A C B 从A搬到C 经过B 那他进来之后呢 他会做什么事情 因为N怎么样 因为N不是零 我把韩式 Copy一下 Copy过来 你会比较容易 阅读 好 好 这样比较好阅读啊 好 我们 今天 有四个碟子 要把他从A 搬到C 透过B 然后呼叫之后呢 他就会做这件事情 他就会呼叫 Hanoi Tower 3 然后注意看 是3 然后 这个是 A B C 有没有看到 因为 Engine 一个盘子要从 A 搬到 B 透过 C A 搬到 B 透过 C 这就是 A 搬到 B 透过 C OK 好 会先呼叫这个 呼叫完这个之后呢 他会 呼叫完这个之后他走到这里来 会走到这里来 走到这里还没有还没有执行这一个他会先到这里来 到这里来之后是 做什么事情呢 一样因为 3 减 1 变成 2 所以他就呼叫这个 大家想一下 现在他把三个盘子 他要把三个盘子 从 A 搬到 B 经过 C 然后 在呼叫的时候呢 变成 要把两个盘子 从 A 搬到 C 经过 B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原来有四个盘子 这个有点烧脑 有点烧脑 我们要把上面这三个盘子 把它搬到 搬到 B 要把它搬到 B 透过 C 搬到 B 对不对 透过 透过 B 搬到 C 所以呢 所以希望 变成这样 对不对 可是对这三个盘子来讲 你要想想看 那上面这两个盘子 这两个盘子 这两个盘子 就这两个盘子 要怎么办 是不是要先从 A 搬到 C 然后经过 B 要把上面这两个盘子 先搬到哪里 先搬到 C 住来 所以要把上面这两个盘子 先搬到 C 住来 然后才可以把这个盘子 搬到 B 住来 这两个盘子 从 A 搬到 C 经过 B 对不对 然后等一下我才可以把第三个盘子 从 A 搬到 B 这样了解吗 那对这两个盘子来讲呢 要怎么办 这两个 两个 是不是也要把上面这一个 这要先把他想办法搬到 B 住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在呼叫的时候变成是这样 把这个盘子 从 A 搬到 B 经过 C 经过 C 所以 这个 这个呼叫 层层的呼叫 可以想象吗 所以他是 他 然后呼叫他 然后他再呼叫他 然后再呼叫他 呼叫他之后呢 到了Best Case 对不对 分等一了 分等一了 然后他就会 move Disk 1 Disk 1 Round Round这个 A to C 从 A 到 C 好 那这个 这个 呼叫完之后呢 就会 接下来这一个 就会 move 这个 第二个盘子 OK 木斧这个 第二个碟子从 A 到 C 然后 再呼叫 再呼叫这一个 从 剩下 N 减的一个盘子 从 B 到 C 经过 A 有没有 那这个做完之后 他才会返回来这一层 返回来这一层之后呢 他要呼叫这个 然后进来这里 这个做完之后 做这一行 这一行做完之后再返回来 返回来之后再返回来这里 OK 返回来这里之后呢 他再呼叫他 呼叫他之后呢 他再 呼叫他 他再呼叫他 这个结束之后执行他 然后 呼叫他 结束之后呢 反回来这一行执行 这样执行之后呢 就呼叫这一行 那这一行呢 在 呼叫他 他这一行执行 这个呼叫完执行他 然后再呼叫他 那结束之后呢 返回 然后再返回 再返回 结束 OK 这个 这个好像有点复杂 那其实他的概念 概念很简单 概念 也不用说很简单啦 概念上就是说 有 你有N减一个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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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今天 将他上面的 你有N个盘子 就先将他N减一个盘子 上面的N减一个盘子 先把它搬到B 搬到B 透过C搬到B 然后再将DN个盘子 搬到C 然后 这个 最后再将 在B柱上面的 N减一个盘子 从B搬到C 要透过A 这样 透过A 他的他的程式码呢 你们可以 在木头上面 直接可以把它拿下来 执行 直接拿下来执行 比如说 今天如果有三个盘子 三个盘子他就会将 第一个盘子 从A搬到C 然后把第二个盘子 从A搬到B 好那这个 这个你这样看当然会觉得很抽象 一定要搭配那个 搭配这个图来看 我们要把 最上面这两个盘子 搬到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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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C搬到B 然后要怎么搬过来呢 你要先把上面这一个最小的搬到C 就这个 Disk1 让A to C 然后再将Disk2 从A到B A到B 然后再将这个Disk1 从C到B 从C到B 到第三步骤 到这边 到这边 然后再来是将这个 最大的这个 从A到C 木5Disk3 从A到C 然后呢 现在剩下这两个 这两个要搬到C 那你要透过A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小的先搬到 A Disk1 from B to A 再将这个第2的 2号的 从B到C Disk2 from B to C 那最后再将这个Disk1 让A to C 这样了解吗 好 大家可以修改一下这支程式 然后 直接就可以解掉这一题 看你看看会不会修改他 会不会修改他 227 这一题 OK 好 有没有问题 好 给各位10分钟 修改一下 这个范例程式 然后把这一题解掉 然后同时思考一下这个递回的过程 A227 有没有听懂呢 有听懂的打个加一 有点不好懂 啊 有点不好懂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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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 何时不要使用地回 地回虽然可以使用比较少的杭数 比较少杭的叙述 就可以解决复杂的问题 但是有些问题 会导致花更多的时间 比如说费事速裂 费事速裂 费事速裂是什么 就是给你一个速裂 从第三 一开始是0跟1 一开始是0跟1 F0是1 F1是1 1跟1啦 这写错了吧 应该是0 1 然后再来是1 然后再来是2 就是第三项会 第三项会是前两项的核 前两项的核 这个我们在前面有探讨过 这个我们在前面有探讨过 那为什么他的效率不好 各位可以思考 各位可以看一下 他的地回是怎么做的 我们再回到这里来 就这个 Fibonacci Series 这个没有 0 1 1 从第三项开始 就前两项的核 然后0加1得到1 1加1得到2 1加2得到3 那他的地回形式就是 你要求DN项 就是N-1项 加上N-2项 OK 那各位可以直接来这边看 以F3来看 F3的话呢 就是F2加上F1 那F2呢 就是F1加上F0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会重复的计算 有没有 F1有没有 这边有呼叫一次 这边也有呼叫一次 你把它扩展开来看 如果是F4 F4的话呢 你就变成是F3 加上F2 那F3呢 就是F2 加上F1 F2呢 就是F1 加上F0 那这边的F2呢 就是F1 加上F0 有没有看到 你会重复做很多同样的事情 你看F2呼叫了两次 F1呼叫了三次 F0呼叫了两次 会重复的去呼叫 这些已经做过的事情 会重复的做 所以这个效能上是不好的 效能上是不好的 那了解吗 OK 像这个 刚才我们在解释这个事情 是在解释这件事情 F6 就是F5 加F4 对不对 要呼叫F5跟F4 F5要呼叫F4跟F3 那F4也要呼叫F3跟F2 所以会重复呼叫很多事情 这样了解吗 很多东西要重复的呼叫 你看F1 F1这边有一次 这边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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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有没有 这是重复做 重复做同样的事情 这是非常没有效率的事情 OK 所以 如果我们分析起来 这个地回会重复的呼叫 同样的事情的话呢 那就不适合用地回 OK 那这个 这个有证明 可以证明 这个地回的时间复杂度 是2的 N除以2 的这个复杂度 N除以2的复杂度 那如果不用地回的话 那用地回血呢 会非常的简洁 会非常的简洁 我们下一个章节开始讲 这个二元素 就会 就有一些例子 就会看得到 用地回血 非常的简洁 如果用 不是用地回的话 那就会比较复杂 OK 那像刚刚的 Fibonacci series 如果你是用回圈的话呢 那它就是Big O N Big O N 为什么呢 其实你可以想象看 一个Fibonacci数量怎么做 你就L 给一个array 你就L 给一个array 然后呢 然后呢 第一开始这是0 这是1 这是0 这是1 然后呢 你就从 你的开始去填空格 那 第二项的内容 就是前面这两项相加 相加得到1 就把它放进来 那你要求第三项 就把前面这两项相加 放进来 你要求第四项 就把前面这两项相加 放进来 对不对 那是不是就很容易了 做出来 那你不用array也没关系 你不用array也没关系 你也可以直接用变数 直接用变数 用array的好处是什么 用array的好处是 我把贝伯纳西树列的每一项的值都存起来 那我要 我要这个 我要读取的时候 我就可以直接用random access 直接读取 比如说我要第五项 那第五项我就知道是 这个前面这两个相加 对不对 很容易就读到 那这个的话是从左到右执行一次 就可以做出来了 对不对 从左到右 做一次就可以把这个 资料算出来 所以这个的复杂度就是big or n 这样了解吗 这有没有听懂 这边在讲的就是说 这个应该是用贝伯纳西树列来看的 就是说如果n是40 用回圈的方式 需要41个nanosecond 但是用递回的话 需要1048个microsecond 但是如果是60的话 回圈的方式只增加一点点 变成61nanosecond 可是递回呢 它的时间增加到一分钟 一秒钟 那n如果是80的话 非递回只增加一点点 递回的话呢 增加到18分钟 因为递回它就是 它每次呼叫 它很多东西会重复做 以Fibonacci来讲会重复做 而且它呼叫的时候呢 都要储存 把很多的变数储存起来 那return回来的时候呢 还要restore 那这个都会浪费时间 所以效能上会 越差越圆 越差越圆 这样了解吗 好 那这边讲到说 假设今天 你这个地回 它是 它不像 它不像 灌木 灌木是平的 而是一个练形的画 这个也不行 这个也不行 因为如果呼叫 一直往下呼叫的话 一直往下呼叫的话 它到最后也会 记忆体不足 也会记忆体不足 OK 像这个 这个 求这个N阶层 这是求N阶层 这个N阶层的地回 它就是一个瘦高型的 有没有 比如说你要求5阶层 你要求5阶层 它就是5 乘上4阶层 那4就是 4乘上3阶层 那3就是3乘上2阶层 OK 就是像一条 一个瘦高型的 就刚刚这一页头影片讲的 它是瘦高型的 像一 它是 一直往下做 一直往下做 然后最后再return return return回来 像是一个 一个链形 那这也不是很好 我们如果用个回圈 它就 很简单的一个回圈 它就可以做完了 对不对 那呼叫的话 都会有 都会有这个代价 每次呼叫都会有代价 因为它都要储存很多的 这个变数 储存它目前的状态 然后return回来的时候 才要restore OK 那这边讲到说 用回圈 用非地回的方式 使用了较多的区域变数 直觉上 以为地回会比较好 这是错的观念 这是错的观念 因为地回使用了更多的时间 存放暂时的结果 所以实际上地回花了更多的时间 就是你每次呼叫 你每次呼叫 都是要 都是要存放 它目前的状态 你呼叫F5 F5之后的return的address 你都要存起来 你才可以去呼叫F4 你呼叫F4的时候 F4的下一行 这个叫return的address 也要存起来 都要存质量 这样 暂时回来的时候 才知道从哪边开始执行 所以他实际上 花了更多的机体的空间 这样了解吗 所以最后的summary 就是说 如果能够用回圈写的话 尽量用回圈 尽量用回圈 上礼拜有讲过 这个大陆有一句谚语 就是说 地回只因天上游 凡人应该用回圈 概念上就是 效能来讲 回圈的效能比较好 地回 写程式会比较elegant 我们等下下一堂课 讲到tree 各位就可以感受到 好 那我们的地回的部分 就简单的先讲到这边 然后 然后 想给各位的作业 作业来 练习一下地回 这个 A042 A042 这一题基本上就是可以用地回来写 但是你要去观察 这个问题 它的recursive form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它的base case是什么 它说 对于任意的正整数N 平面上N个圆最多 可以将平面切成几个区域 一个圆 一个圆就是两个区域 那两个圆呢 两个圆就是 我画个图好了 一个圆 一个圆就是两个区域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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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个圆呢 两个圆有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四个 四个区域 那三个圆呢 三个圆你看 外面有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这边还有一个七个 八个 有八个区域 那四个圆呢 你去算一下 会有十四个区域 十四个区域 那你要去观察一下 今天给你FN 给你一个FN 他存在什么样的Recursive Format 然后他的Best Case Best Case是什么 Best Case是什么 那了解吗 A042 可以用地位的方式来解这个问题 好 那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好不好 A0 A0 Best Ca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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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